江苏泰州主城区中有一条古色古香的官邸庙像 像那一间白墙灰瓦的小店中客流熙熙攘攘 这家网红时尚店是两岸家庭所开的台湾小吃夫妻店 男主人叫林建岛 台湾人 女主人叫李丽 泰州人 两人面相颇相 生日也是同一天 近日 台湾青年林建岛向中心社记者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是2000年的时候由公司从广东派过来泰州这边住场 供应商的朋友就介绍 介绍以后也看队影 看了以后两个就交往 六年前我就出来了来泰州这边创业 因为小孩子都长大 都上初中 就跟我老婆商量一下 要不然我们回泰州 做这个台湾小吃这个生意 然后到现在这样 小店面积不大 不止温馨 墙上贴着台湾各地风景照 挂着留言小纸片 正在店内享用美食的侯鱼山 同行三人都是台湾人 也是同事 经常在大陆各地寻找地道的台湾味 来过一次以后 这里成为周末他们以时会友的地方 我在阳州找不到就像台湾贤书记这种店铺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泰州有一家 然后后来我就 他就带我来了 那一来之后欲罢不能 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跑过来吃 对 因为它的口味是真的非常正宗的 包括这个九层塔 然后它的糯米肠 我最喜欢吃糯米肠 老店太小 每次客人前来聚餐就不够做 为此 今年九月份 林建岛和妻子李莉在当地又开了家大卸的新店 门上写着 开间温暖的小店 遇见温暖的人 那种熟客就是那种 好像是那种家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像我们这次开业的话 很多客人知道了以后 就是也没有跟我们打招呼 就直接礼物就送过去了 花南就送到了 一看 原来是我们家某某某哪个客人这样子 蛮感动的 蛮开心的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样子 这些年 林建岛和妻子结识了不少两岸朋友 也经常带着台湾朋友亲戚到泰州参观游玩 他们的七八位亲戚 先后在泰州办了场 安了家 无心安处 是故乡 林建岛说